修林乡公所以及乡代表会 今天分别前往了富士村 会看乡里体育运动场 并且规划进行修缮 来提供选手和乡亲们 在办理竞赛的时候都能够安全地来进行 另外也前往了山站闲置的矿场 希望能够规划作为大型室内体育馆 而代表会主席洛彦林表示 代表会也将会全力的配合公所的乡内重大建设 来提供乡亲更舒适的运动空间 修林乡公所邀请修林乡公所 前往富士村乡里运动场进行会看 并且要进行修缮规划 乡公所有安排我们下午下乡考察 然后我们去会看了两个地方 那修林乡目前最欠缺的是一个安全 规划好的一个运动场 那我们本身在富士有一个相利的运动场 那因为跑道年久失修 再加上周边的一些设施都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陪同乡公所一起去现场会看 我们会看的结果是希望跑道要整修 还有家装厕所还有司令台的改建 以及周边围墙观众席的一些增设 那乡长也非常重视乡内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场 能够让大家使用 另外正在三站闲置的矿区也规划 为了要新建属于乡内的大型体育馆 早期是融风矿业的一个厂区 那现在是一个闲置空间 乡长是说我们现在目前 修林乡最圈缺的就是室内的大型体育馆 不要说每次我们要办一些赛事 或者是办一些活动要去跟人家借场地 那我们几位代表也赞成乡公所所安排的一个会刊 我们希望说这两个会刊能够顺利的帮修林乡 建设一个很好的运动场所 修林乡代表会主席罗云表示 对公所的提案可以说是相当地有建设性 只要是针对乡内的重大建设案 代表会全力配合所会共同来开创美好新修林 记得终于乡长报道